有美歌声唱出的是印尼传统民谣 这些印尼留学生不只思念自己的家 更要表达感谢 我们很感谢你们的关系我们 然后也是爱我们 然后可能一个人跟花园人 花园人和相亲们 然后我们爱人照顾 由我们黄老师的带领 我们就把竹筒让他回娘家 一个一个竹筒放到桌上 每一个沉淀店都满载着爱心 师兄师姐这么多的前辈 他这么精进的在为我们持继 在付出 我们是今年在培训 我们希望也能够学习他们的精神 好重喔 好重好重 已经高龄92岁的黄玉女 是台东第一位志工 今天成为表帅带来竹筒 第一个响应 熊亭来 对着的吊吊吊吊吊 好吗 好 而他的儿子也成为了 嘉义第一颗种子 母子两在竹筒回娘家的时刻 再度团圆 欢迎刚刚我的妈妈 跟我们爸爸 小爱刚刚我的妈妈 就是我们今年的商人 开创的这一方福田 真的让我感受到 慈激专门 一家人 全球慈激之功同时启动 为印尼赠灾祈福与慕爱 而这份关心跨越国界 在台湾的印尼 异乡游子们 也确实地接受到了大家的爱 大家新闻台东花莲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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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长安